有越来越多人因为环境或是疾病 造成部分肺部功能丧失或是退化 这个时候就需要进行一些辅助性治疗 今天的健康一体零单元 呼吸治疗师就要来教大家肺部复原运动 大家好 我是更新医院安康院区呼吸治疗师张简婷云 今天要来简单介绍肺部复原运动 什么样的人需要来医院肺复原室接受肺复原治疗呢? 其实主要是肺阻塞、慢性支气管炎以及肺纤维化等 他们时常感觉只要一活动就喘 痰意多、浓稠、不容易咳出 以及慢性咳嗽的病患 除了药物治疗以及营养照护以外 肺部复原运动也是治疗中重要的一环 透过运动、呼吸训练、滋味引流 以及肺部扩张等治疗方式来改善咳嗽、多弹 以及呼吸困难等症状 肺部复原运动主要包含 呼吸训练和运动训练两大部分 首先是呼吸训练 上述这些病患他们因为气道狭窄 呼吸阻力变大 肺泡被破坏造成肺弹性减少 导致肺部空气无法有效排出而滞留在肺泡内 这时借助肺部呼吸训练中的 撅嘴式呼吸法和腹式呼吸法 让滞留在肺泡的空气能够吐出来 就能有效放松呼吸肌肉改善呼吸急促 撅嘴式呼吸法的做法是 吸气时用鼻子慢慢吸气做深呼吸 吐气时撅起嘴唇像吹蜡烛一样 由嘴巴慢慢将肺部肺气排出 记得吸气与吐气时间比为1比2 吸气2秒吐气4秒 而腹式呼吸法无论是坐着或是站着都不要驼背 一只手放在胸前另一只手放在腹部 吐气时慢慢吐气 以收缩腹部的方法把气体赶出腹腔 直到吐完为止 并停止呼吸1到2秒 再慢慢吸气 吸气的过程中以放松的姿态 让气体慢慢的充满胸腔 尽量吸到饱 此时腹部是渐渐鼓起的 是不是蛮简单的呢 上面两种肺部呼吸训练任何时间都可以做 也建议每天做3次 每次10分钟 第二部分是呼吸运动训练 它分为上下肢训练 上肢训练在医院大部分是运用仪器设备 在家里可以运用瓶装水来代替 下肢训练是利用脚踏车阻力训练 渐进式的增加强度 改善周边阻力肌肉力量 将增加患者的活动耐力及降低肌肉无效耗氧量 以减少呼吸急促 根据医生建议 如果有需要也可以使用低流量氧气 来预防运动训练中发生低血氧的情形 这个运动训练建议每周3到5次 每次30分钟 接下来是负压呼吸器治疗 利用负压呼吸器可以扩张塌陷的肺泡 提升氧气交换及二氧化碳的排除 对呼吸功能的改善是蛮有帮助的哦 一般有效的肺部复原训练 至少维持6周以上 长期有规律的执行肺复原运动 有助于强化肌耐力 促进弹抑排除 降低肺部感染几率 并且改善呼吸困难症状 及减少氧气耗损 进而提高生活品质 如果听到这里 您与周遭的家人有许多共鸣 可以寻求胸腔内科医师来咨询 尽快接受治疗 让你的呼吸不再费力